姜 可分甘姜和生姜两种 甘姜为冬季今夜枯萎时挖取的母姜 晒干或微火烘干 具有温中逐寒 回阳通脉 温精止血 造湿消痰的功效 可致寒性吐血 晚腹冷痛 湿冷脉微 痰饮喘咳等症 用于脾胃虚寒 腹痛吐血 兔女崩漏 阳虚湿血等症 生姜及鲜姜 多在夏季采挖时用 现代研究发现 姜负寒抗氧化的成分 可以有效调理消化系统 减轻饮食不当产生的腹泻症状 姜所寒的其他成分还可以降低血胆固醇 增强心脏功能 辅助治疗关心病 外感风寒 鼻塞流涕 头痛发热时 可取生姜25克 切碎 加红糖适量 开水冲泡饮用 慢性胃炎 恶心呕吐患者 可取生姜15克 陈皮15克 水煎浮 一日三次 风寒骨病 患步游冷感者 取生姜 大葱各一半 切碎炒热 用布包好贴在患处 腐烂的生姜会产生一种毒性很强的物质 黄粘素 食入后会被胃肠吸收 很快到达肝脏 使肝细胞普遍中毒变性 对人体造成较大的伤害 硬禁用